欢迎收看菜鸟先飞 我还是那个菜鸟主持人杨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Colorway Road系列中的职业版一号目 上一次测试标准版的时候 已经伤透了我的心 这一次测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和体验呢 Anyway 让我们开始测试 一起进步吧 深色的干面到领部用来瞄准的Colorway V-Lager 再到后方碳纤维整体的过渡 设计的都很棒 放在地上时 第一印象很好 很经典的贴桌设计 看起来很舒服 这根是9度的职业版本 套管可以调整干面 负一度或者加两度 但是没有办法调整它的轻角 职业版本底部 在前方加了一个配重 可以有效帮助球头速度快的球友们 降低倒旋 这些凹槽可以有效把力量卸到边缘 增加杆头的整体稳定性 你们觉得像会像Shar Wars里宇宙飞翔的底部呢 前方这两个凹进去的孔 是Colorway独有的教会越域技术 据说还能减少撞击时能量的损失 让球飞得更快更远 但这跟Colorway17年Epic发球幕到底有多少区别了 标配S硬度DMANA代工杆深长45.25寸重65克 男士标配握把是Golf Prime 握起来手感不错 但也没啥值得汇报的 这就介绍完毕流氓Sub-Zero直接版本的一号目 我现在用Tightless Pro V1测试一下 Go Go 哇塞 第一竿就差点上过脸了 没想到Colorway的普通版和专业版的差别那么大 专业版的手感和声音都很不错 专业是挺远 但是还是有点偏左 最后一球了 这次干距离都是非常棒 我不想辜负它 试下打一干上过脸 有机会 有机会 哎呀 没机会 OK Colorway Rogue 直列版 看一下数据吧 蓝色的区间标志出我过去半年统计下来的平均值 灰色的线条代表Colorway Rogue Sub-Zero刚刚实干的平均数据 干头速度去到每小时108.1英里 在我平均值之中也照预期之内 球速方面150多英里 反弹系数在1.45算及格的 起飞角是非常理想的17度左右 WOW 打出了我应由的水晶 3100多的倒悬已经在我平均值的顶峰了 还真蛮高的 我待会说距离的时候再吐槽一下吧 我的球路一般偏高 51码的高度虽然可以打出漂亮的嗨座 但是如果去打Links球场的话就有点尴尬了 飞行距离才259码 What 259码 完全不是我的水平啊 交配技术不是说好能帮我打得更远吗 Sub Zero不是说好更低的倒悬吗 在downswing的时候 和想压杆的时候 我觉得代工的DM的干身 真的影响了这干头的发挥 很可惜 总距离只有275码 Well Not good enough Anyway 这是我对职业版流氓一号目的评分 Colorway还是一如既往的 在设计上下了功夫 整体外观和形状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看下去很顺眼 Nice 我给4分 可能是因为代工干身和普通卧板的原因 传递 没有传递什么手感 Fill的话 我只能给3分 Sub Zero 这款干头 容错性一般 每当我稍微打低一点 或者偏止步一点 后果就是很低的倒悬 或者超大卓曲 一个不小心就被流氓KO了 3分吧 距离 嗯 这一项是令我最失望的地方 之前在广告中 着重介绍的Jailbrain越狱技术 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啊 可能是我不太适合它了吗 I'm sorry 2分 职业版的声音 比普通版稍微低沉鲜 现在大牌都偏这种方向 嗯 难道这种闷闷的声音 就是现在的潮流吗 说真 我不是非常感冒 声音的话 我最多给个3分 RODE职业版 官网价格是5,880元 私底店估计有7周左右的优惠 折下来估计是4,000块钱左右 在美国价格是500美元差1分 换回人民币估计是3,400元左右 在现在流行的发行步上 性价比算是中等吧 3分 OK 最重要的问题 我自己会不会买 有人送我的话 还是不错的 好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记得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我一定会亲自回复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击订阅和转发哦 OK 大家 那是个练习